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状态还不如 向来背土草骨架大 胖得奖心 没有一味减肥 而是该吃吃该喝喝 根据角色调整体重 去年还演了一回村妇 在狐妖小红娘里 杨幂披上红衣第三次演狐仙 剧里还有一批小花 如陈都灵 郭小婷 陈瑶等人 网友们看着这些美人同框 不禁感叹 杨幂要是脸在紧致点 就好了 确实 她在转型制作哈尔滨1944里出演女特务观学 开播之初 观众都在热议她的脸 面中凹陷 脸挂不住肉 一座大表情 看着皮包骨 显老 再瞧身形 瘦弱的身板 前倾的脖子 不像一位高级女特务 动作软绵绵 说话念台词 时声音在几个区间来回 观众听不太清 大喊大叫 中气不足 仿佛气血不足 这也导致观学的人设狠难立起来 狠虚的角色设定 哪怕后面发挥不错 演技有了进步 大部分观众也已离场 早在几年前 记者问觉得多少斤算是瘦子 她回我不配 我92斤 那你不是多少 还有一个个叫做瘦子 我不配叫做瘦子 我现在92斤 一米六六的身高 100斤不到 镜头前都如此瘦弱 镜头后可见有多瘦了 她前两年还晒出自己天天研究美食 结果也只有90斤 她瘦胖了 饿瘦就好了 穿着30斤的裙子走红盘 网友说赶上杨幂体重三分之一了 难怪她在后台内倒直喘气 真是个体力活 为保持身材 她很少吃碳水 偶尔吃面条是几根几根吃 看狐妖小红娘里的截图 再磨皮绿镜下 她手背晶晶依旧明显 除了杨幂 还有不少女星在镜头中已经受成纸片人 却还在疯狂结识减肥 在路人的镜头下 这些女明星都成了行走的骨架 精修出来身材凹凸有致 但实际上则是千篇一律的平板身材 比如中国影史上最年轻的三金影后周冬雨 出席活动时身穿黑色长裙 胸前身V和腰部落空的设计本会显得人更加性感 但周冬雨干扁的身材让人根本get不到服装原本的亮点 还有车小 曾经的她面容饱满 精气神俱佳 很有韵味 在和李赵会离婚后 车小的身子骨是一天比一天销瘦 一米七的她只有九十斤 还长年严格控制饮食 健身方法也是与众不同 其他女星做瑜伽保持身材 她做空中瑜伽 长时间的瘦身习惯 让车小慢慢从标准美人变成纸片人 吴景岩之前的身材也是受的离谱 也是不相上下 最夸张的一次是吴景岩出席活动 因为太瘦 手指上都找不到尺码合适的戒指 结果在台上向大家打招呼时 手一甩戒指就从她手指上飞了出去 后来不得已 只能用透明胶带将戒指粘在手指上 以防再次飞出 婴儿过度结识后的状态让人看得心疼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 充满了疲惫感 胸前泪骨险 露成了名副其实的纸片人 凹陷的脸颊像是被榨干的苹果 满是疲惫感 还好如今的她也恢复到了健康状态 在墨语人间中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不错 婴儿也是纸片人的代表 2017年她和父亲父结婚后 为了要孩子 她调养了很长时间 身体才恢复到健康 婴儿才痛定思痛 开始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健康起来 调养了一段时间 婴儿再次怀孕 并平安生下女儿 产后她又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恢复 如今婴儿的身材适中 笔纸片人使得她不知道要好看多少倍 整个人也好看了 精神体重常年保持在80斤 但这个重量明显不是一个健康体重 精神自己透露 为了保持纤细身材 她每天要喝3000毫升的水 每天吃饭前先灌上一大杯水 这样能有饱腹感 吃的也自然少了 如果还觉得就狂吃没有热量的绿菜 把肚子用菜也填满 就不会想吃别的东西了 有点无语 精神似乎活成了一盆植物 瘦小的身体还会显得头身比例不协调 头大身子小看起来非常奇怪 但说起头身比例不协调 鲁豫才是最瞩目的那一位 鲁豫是学霸 在央视时 鲁豫的身材很正常 人也美丽大方 靠着出色的外形和过人的头脑 鲁豫还获得了央视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主持人称号 但如今 单薄的身躯 消瘦的四肢 细细的脖子 确顶着一个比例不协调的大脑袋 看过的人无不成怪 其实对于女明星身材过于雷若这一话题 网友早有话说 别拿身体开玩笑 不能太瘦 运动瘦比纯恶瘦要好 对于上了三十四十岁的姐姐来说 太瘦脸会挂不住肉 脸颊凹陷的同时做表情容易崩 也许是这两年审美回归 当初受到宛若树干的吴景岩 在沐宇云间里颜值远胜严洗攻略 好嘞更是不被圈内审美扑啊 活跃在微胖界 按自己的标准瘦下来 而背信外宗被调侃身材的刘亦菲 在白玉兰班奖现场又被批评太胖了 仔细看她身材 妥妥的原身 再说也不会露骨 戏拍完后大半年没有进组 她比剧里圆润了些 不过脸蛋红润有光泽 气血充盈 刀青摄影下紧制度相当能打 没有面部凹陷和法令纹 发亮多 发际线完美 没有黑眼圈 关键眼眸没有疲惫 清澈明亮 一点不疲惫 也许是观众看惯了瘦弱的女明星 乍一看她觉得不够鲜瘦 但是留意飞1米72的身高 106斤的体重 属于正好的水平 翻开玫瑰的故事 你能发现距离的她更瘦些 原因是留意飞进组一定减肥 随便穿个套装 腿长腰细 凹凸有质 身姿窑窕挺拔 在游泳馆和方协文对系的这一段 她推人下水 小脚一翘 明晃晃的肌肉线条 下水游泳时 身上没有一块肉是多余的 紧致有力量感 背后的脊椎线条特别好看 单手抱娃 屁力不弱一看就是经常锻炼 当时就有观众表示 抱得非常轻松 一看有稳定核核心力量 以及强大臂力 看来经常健身 连一则海外活动的背后 涂背吐槽状后 都有健身博主出来解释 这不是贝基吗 训练痕迹明显 是位冲血状态 相比较纯恶瘦减肥 刘亦菲偏爱锻炼心肺 看采访 她在拍戏期间一天最高 可以跑8公里 举小哑铃聊到对健身的诉求 回复基马甲 现实标不试本 身材素质比好看的形体更重要 如果我能爬山跑几公里 完全不累 或者恢复很快 那我觉得很有力量 都说她状态 面不僵 不夸是英超爵的面部骨相 可若是过度恶瘦的话 她在玫瑰的故事里 不会有那么好的皮相 不似轻飘飘的花架子 既有角色的形 又有角色的魂 谢谢大家